為何這東西讓人過了世界? 現在跟婆婆同住的雷登 星期日才滿五歲 也是她首個沒有爸爸媽媽陪住的生日 雷登的父母分別在六月和十月 感染新型肺炎,先後離世 他們的家人益術 最初雷登能夠樂觀地說 爸爸成為了雲層上的天使 但在媽媽也離世之後 小小的心靈難掩思念 說自己都想去到天上面 去到有爸爸媽媽陪的地方 為了令她在生日的時候感受到愛 她的家人在網上發起眾籌 一方面協助度過經濟難關 同時也廣邀熱心的輪舍 駕車參與一場以恐龍為主題的生日巡遊 巡遊將會在今個月28日舉行 當地的消防隊 扮演編複合的表演者 貨車、電單車和古董車俱樂部都會參與 雷登的家人受訪的時候說 除了為雷登送上安慰和祝福 也都希望今次活動能夠緩醒公眾 更加認真看待新型肺炎疫情 有線電視記者 陸子晴報導